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疫情在春节连续假期前升温 加上廉价9天 以及花冬天气不稳定 夜市无法边走边吃防疫的规定之下 应该人潮爆量的花莲东大门夜市 根据夜市的主委来观察发现了 今年春节逛街的人数比去年足足减少了约3到4成 而摊商也反映了买气不如以往的过年水准 但也无奈地表示 至少没有像去年疫情大爆发一样 无法做生意来得好 今年春节有9天廉价 不过廉价前疫情就有升温趋势 让不少民众临时变心不出远门 再上花冬天气预报影响 今年花莲游客人潮相较去年略显中规中矩 没有明显爆量的人车潮盛况涌现 东大门福亭夜市主委黄家民表示 初一初二人潮较明显 初三开始就有下滑趋势 今年的话虽然说有疫情的影响 然后只是还好在维持在二级 然后没有再升到三级 所以不会影响到游客出来走春 然后人潮的话是在初一初二 是最多的时候 然后初三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在下滑 因为天气的影响 可是买气的话还是不如往前 以往 因为毕竟还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造成了大家的买气 应该是说他们不会在夜市里面逛 他们会买回去 然后可能饭店啊家里吃 根据花莲縣府AI数位人流技术系统统计 东大门夜市初一初二两天 约有各近两万的人流 初三天气湿冷仅有一万多人 初四人潮再涌现约有两万四千多人 但到了初五又砍半剩一万多 夜市的话虽然说很宽敞 可是人流管制在四千人 四千人之后外面的话 我们有六个出口 我们就会把人潮先等一下 让一些游客买完之后回去之后 然后人潮疏散的时候 再开放让游客再进来 对摊伤的话多少都有影响到啦 然后人潮的话 跟以往比起来的话 有少到三成以上啦 往年夜市在初一至初三人气最旺 去年统计共有八万多人 但今年仅约五万人 足足减少约三至四成 摊商也表示买气不如往年 但至少比疫情大爆发 无法做生意来得欣慰 接着讲帮燕华临时报导